这个测试影片 关于合约这一块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contact to you 这个就是我做的contact to you的两个test 场外的合约交易AI机器人 他是通过OKX的交易所里面的API 就是他提供的一种 场外交易机器人的连接的方式 可以在场外提供这样一个AI交易的机器人 去通过API的形式 去操作交易所里面的资金 来进行高频的量化的操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你的资金是不离开交易所的 也就是说不会说 因为这个平台出现了任何的问题 导致你的资金被捐款跑路 因为它是通过API的形式操作资金 并不是说你需要把钱打到 第三方的机器人的管理账号里面 由这个机器人来帮你操作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它是通过API的形式来管理 OKX交易所里面资金管理的权限 它是可以设置好的 它没有转出的权限 只有操作交易的权限 所以我认为 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认为交易所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全球排名比较靠前的 像INES或者OK这些交易所里面 它也都提供了交易所的API 这个紫色的板块是我的1000块美金的交易账户 目前是1725 这个是OKX的账户 我们看到的资产 其实就是OKX的这一边的总的资产 因为我们的钱是没有打到 CoinTech2U的平台上面 我们用半年的资产来看 我们是从10月份开始的 现在这个1万美金和1000美金的 CoinTech2U的测试账户 已经是166天 那我1000美金的这个账户 总值估值是1728 那这个当中是包含了 我有曾经提出过 从我盈利的部分 转出过100美金进入到CoinTech2U 作为它的点卡 就是它的交易的佣金部分支付 如果算上100美金的话 应该目前是1800多 那也就是接近有80% 就马上就要实现我当初的目标 就是翻倍 另外一个1万美金的测试账户当中 同样也是166天 我的总资产目前是16573 这个也有60%的收益 同样是166天时间 这边我们是Contact2U里面的界面 这里我初期在开这个单的时候 1万块钱开单的时候 我也是存入了600U 是作为这个点卡 就是它的交易的手续费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Contact2U的交易机器人的模式是 它帮你赚钱了 然后它会从你盈利部分 收取20%的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我刚才说了 我们的钱没有交给Contact2U 这个交易机器人的管理方 它怎么收到钱 它怎么收到它自己应得的20%的佣金 它就通过点卡形式 你需要先充一部分的点卡 比如充EU 然后它通过积分的形式来进行抵扣 比如说它帮你在某一次交易当中赚了100块钱 它要收取20% 就是从你这个点卡里面去扣除 所以它这个是两套机制 它不是从你的本金里面去扣除 其实小伙伴可能会问 他们会不会捐款跑路 拿着我的点卡等等 所以我说你不需要充很多的钱 你可以做一下尝试 充个几十或者100块钱 你充100块钱 意思就是说它要帮你赚到500块钱的时候 你的点卡就会被消耗完了 关于快要消耗完 或者说是怎么样需要继续充的话 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之前赚了这个钱 我从账户里面 赚了这个钱的账户里面 去打回给CoinTech to you 用盈利的部分去继续的投入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方式 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相信 这样一个交易机身 是不是一定会赚钱 我也完整的记录下来 这个交易机身并不是说 他一定会说是盈利的 就任何保证你有盈利的 或者保证利润的这种任何投资方式 都没有能够做到保证的 如果有人说他保证是有收益的 我相信那绝大部分就是一个骗子了 我在这两个交易机身的策略的记录当中 也非常完整的记录了 之前有影片给大家分享过 是在当中有比较大的回测 但是现在是有比较大的盈利 现在是有超过60% 70% 有些80%的 马上就要翻倍了 166天 对刚才有小伙伴留言说 你投入100多天 如果你买上比特币 现在牛市阶段买现货都赚翻了 你何必在乎你100多天 70%的回报盈利 折合下来月化才10% 超过一点 我想说的是我在做交易机身 或者我参与测试的时候 我只是拿我整个资金的一部分 是做不同的投入 因为不可能全部all in成现货 或者all in到合约里面 这个交易机器人 他并不是为了牛市 或者说看多的方向去准备的 它是在波动的行情下 它会有比较好的收益 在大牛市阶段反而是不利的 但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 他现在他也能够从比较大的回测 到现在有接近翻倍的盈利 在166天时间 我们讲如果你是在7万多最高的 你现在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回测了 但是我参与交易机身 这次回测的时候 反而是有比较大的盈利 每一次比特币有大的回测 比如说从7万到6万多的时候 我们的空单是在盈利的 所以我们说的交易机器人 他并不是为了一个方向去考虑的 反而是为能够吃到波动波段 来考虑的这样一个机器人 然后看一下大家关于大方 你的CT to you 就contact to you 是哪个策略 我选择的当初 我选择的应该就是AI策略 因为当初我不熟悉 我可能只看到AI策略 后来我看到他有百万和牛市 开单是凭自己的认知开单 还是照着策略教学开单 我当初开单是 照着他们的推荐的策略开单的 并不是凭自己的感觉 这个是他提供的一个 contact to you的策略 如果你是500u的话 你采用的策略的总类 然后多单首单开仓的金额 只有两个u 开单倍数是20倍 总体止损是120u的时候就止损 币总的数量是5个 所选的币总是在他建议的这些币总当中 你自己选5个作为开单 我是1000块钱的测试和1万块钱的测试 我是采用AI智能 然后他的首单的数量倍数止损点 都完全按照他所建议的 这种就相对比较安全 好这是okx内建吗 它不是okx内建的策略交易 它是由场外的交易机器人通过API的形式 来控制okx里面的交易资金 来进行高频的量化交易 其实我是在11天前的这期影片当中 下面是有一个福利的 如果你留言当中有包含暗语 这个暗语是影片当中有提到的 就是放在最后大家没有注意到 是在这期影片当中 只要有留言 I love contact to you 以及何时开始使用contact to you的 有5位观众是有机会获得20U的点卡的 或者这个点卡前提是 你要使用这邀请码来注册 并且留言 I love contact to you 那就有机会会抽奖 但是有5个 现在留言人数也不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按照要求来做的 只是留言暗语都不对 有兴趣要办可以去点开这期节目去留言一下 我想今天也做这样一个提醒 看你你说邀请 申请了对吧 但是我没有看到的留言 140天的这期回顾当中 没有留言 留言的 他有一个留言的暗语 是要写上 I love contact to you 好了 反正你有兴趣要办可以去留言一下 基本上你现在去留言 5个名额当中的应该就会有 因为首先你是contact to you的用户 或者是一个新的用户都可以 没有留言就不能参与抽奖福利 从别刚刚从别的地方去补 OK的可以的 如果足条件只有5个人免足条件的话 肯定这5个人都会有20u的这个点卡 其实下面是一个更加进阶一点的玩法 就是我们当初开单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当初的设定比率 如果我们赚到了60%盈利的部分 如果我们躺在原来账户里面 但是我们原来机器人的操作的这些币种 仍旧还是如果当初是1万美金的比率 他还是开单的首当开餐的数量 以及他的倍率 以及他的止损 都是按照以前的设置 那么我们躺在同样账户里面 多盈利的这部分 其实没有让他有更好的资金的使用效率 如果想要另外6000 也会产生同样的资金效率的话 我们需要去开一个止账户 也就是说你可以将这个资金 从挪出到另外一个止账户里面 然后再contact to you 开一个新的账户 然后用6000再继续让6000也参与 比如说以6000的资金量 来开同样的另外一个止账户 进行contact to you AI的策略 这样做的目的 就让资金效率更加高一点 你原先盈利的这部分 就可以同样也会产生效力 当然这样开起来是有点麻烦 因为你需要自己去开一个OKX纸账户 然后你需要去contact to you 里面同样再开一个纸账户 操作起来是有点麻烦的 另外点卡消耗 如果你点卡消耗完了 你有几种策略 就是你从其他的账户里面充优 你也可以将你盈利部分滑转 一部分去作为点卡 这样不至于你的交易机器人去停止运作 其实这个交易机器人就相当于你一个多单一个空单 它是多空双开的这形式 这两个相当于两个助理 请助理的花的钱 就是他帮你盈利的部分 你需要花20%给他 其实说到充点卡 我可以看我这里面的记录 我的资产 这边是我的点卡 我上次在3月14日 也就是10天前 我刚刚充了两次350 其实这个点卡是350 其实我充的资金是300 然后你每点卡350 我是需要付300USDC就可以了 就可能另外再送50 如果你觉得多的话 我的1000块钱的账户里面 我就充100 有110就10%的赠送 1000的账户里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我的资金 我上次充了100 现在只剩下65了 其实我总共就充了两次 他第一次是1000块钱 再加上另外的100块钱 其实是投入了1100块钱 第二次我是又充了100 因为用完了 帮你赚500U的时候 你如果累计有500U的收益的情况下 其实你的100U的佣金或者点卡 应该已经被消耗完了 你就需要再从 我就从它盈利的部分当中 再划了100块钱 进到这个账户里面 如果不划出去的话 应该有1825了 这里还有一个更进阶的玩法 也不知道更进阶的玩法 是我最近才刚刚搞懂的 我们在首页这边 我会看到电子账单 在电子账单里面 他会看到我的累计的盈利 是14531 但是我们看到累计的金额 总共加上我本金才16500多 哪来有这么多盈利 是不是他出错了 后来我才搞明白了 因为之前的1万美金的测试账户里面 是有3-4个币总有出现过止损 这个止损 就是他往单边的行情一直去涨了 因为现在是牛市 他经过10次马丁格尔的加仓之后 他仍旧没有办法扛住 但是他就止损掉了 每次止损 他将近有2000多 那个是他算着我们累计盈利部分 按照我们刚才不是说 这个点卡是根据累计盈利 来付20%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付到2800才可以 其实并不是 我只冲了两次600 那是因为根据它的安全的策略 按照这张表来设的话 出现这种单边的止损 contact to you 会将之前收取的点卡退还给我 也就是说他没有帮我们赚到这个钱 他就会把这个点卡退还我们 就以至于我现在充了1200 基本上是盈利了6000多 基本上就是20% 从这张表上电子账单里面 它总的是帮我们已经 曾经有盈利过14000多了 这当中有做亏损的 好了 这个是一个关于contact to you 进阶的一个玩法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账户当中 是1000块测试当中 我们看到okx里面 它会有手续费的返现 也就是说他每一次contact to you 交易机器人帮我们做交易的时候 是在okx里面做交易的 okx会收取交易手续费 当然盈利部分是指 已经扣除交易手续费了 很多人说你这样高频交易 难道不就是给okx送钱吗 送手续费吗 我觉得并不能这么理解 因为他每一次产生交易手续费的时候 都是有盈利的情况下 才会做一次关单的操作 交易手续费是理所应当 我觉得是应该付的 如果你想节省一点手续费 你可以我的频道的任何一期影片 它都会有一个交易手续费的折扣码 在这里你使用这个链接 或者你在注册的时候 注册ok的时候 或者注册板的时候 使用这种邀请码 你就会抛到交易所的羊毛 你每一次交易就会有一定的折扣 基本上有些是20% 我觉得这个是不拿白不拿的 如果你是使用手续费折扣码的话 你应该是终身 你在这个账号里面进行交易 都会有20%的返现 返现就会体现在okx账户里面 你每一次交易都会在资产变动这边 出现交易手续费的返现 好了这一趴我们结束了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趴 就是币安的新币挖矿 其实我的频道当中有一个板块 是讲到币安的新币挖矿